第六十七章 只救我们 再说了 富丽大师自己肯定也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 他使得道高人 肯定会想着把生的机会让给我们 富丽大师 你说句话呀 富丽大师 别装死了 我刚才还见你睁着眼睛 绝生现在正在全力地跟富丽疗伤 虽然刚才摩军只是小小地弹了一下手指 但是对于富丽来说 那也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现在必须尽快疗伤 去除体内的磨气 否则的话 他必死无疑 而且现在这种状态 他根本就不能受到任何的干扰 如果是受到了干扰 非但是富丽会出现问题 就连给他疗伤治病的绝生也要受伤 但是现在外面一片嘈杂 甚至开始有人想要上去把两人拉开 还好物件在外面护法阻挡 这才没有打扰到治疗 快别救那个必死之人了 救下他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人家一下秒杀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救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 而且毫无自保之力的普通人 诡异的心是现在出现的空当 魔君竟然没有急着出手 而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人族越来越垃圾了 富丽此刻的内心仿佛是点燃了一团火 他蒙得我睁开了眼睛 小谢 你现在还不能动弹 绝生对着富丽开口道 不必管他们 我们只管我们自己就行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 非但是富丽的想法出现了改变 就连他们的想法也都是已经出现了扭转 如果自己拼命也要守护的人 其实心里面巴不得自己死 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种感受楚河体会过 所以他看向这被人群围攻的 三人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怜悯 喂 你醒了 你倒是说句话 有人看到富丽睁开眼睛 开始说道 富丽大师 我们都知道你是菩萨心肠 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是救你还是救我们 你快说话 富丽眼睛淡淡扫过众人 随后笑了一下 冷声道 自然是救我 因为我现在才知道 你们根本不是人 什么 你 你们怎么能这样 救人就到底 送佛送道西 你们不知道 救人半屠而废就等于害人 如果不是冲着你们三个 我会大老远地 从其他安全区来到石城来 现在你们说不保护我们 就不保护我们了 这些人又开始篡改历史 其实富丽三人来 石城之园并没有大张旗鼓 而且这些人也都是在 富丽三人来之前 就已经躲避到了石城之中 你们不能丢下我们不管 不然的话 全天下都会知道 你们三个人所处的寺庙 交出了这样的一个弟子 难道你们就不考虑 一下自己失门的名声吗 可是不管这些人怎么说 富丽三人都是不为所动 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 现在他们三个各个带着伤 而他们带来的那些 对他们无比信任师弟和弟子 也全部都死在了妖魔的口中 甚至就连他们自己 如果不是楚河相救的话 也已经死在了妖魔的攻击之中 几乎付出了所有的代价 结果保护的就是这么一摊烂狗屎 他们现在心态没有炸裂 开始无差别的屠杀就已经很难了 而就在此时 魔君似乎是看够了 他摇头微笑道 人足 一代不如一代 这戏码又要上演多少次呢 我开始期待了 他说完 啪的一声 打了一声响指 周围一直滴着口水的妖魔 顿时伺机而动 直接在人群周围捕猎外围的人 这些妖魔并没有一拥而上 而是似乎很享受这种屠杀的快感 恐慌瞬间蔓延 哭喊声响起 站在外边的人拼命地往里面挤 还有人不断地将身边的瘦弱的人扔向妖魔 只是为了妖魔不伤害自己 你们三个快去抵挡妖魔了 你们是高手 不要躲在人群中间 这里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 快 把他们扔出去 只要把他们扔出去 他们就算是不想出手 也要出手 这些人商量一下 竟然就要上前 把盘膝坐在地上疗伤的复利 还有绝生搬起来扔出去 物件一个人为他们两个护法 但是面对这些普通人涌来 也不敢使用杀伤性的法术 毕竟他们是和尚 心中还是存在着一丝丝的善念 而就是因为这一点善念 直接导致蜂拥的人群突破了他的阻碍 直接将复利和绝生两人强行抬起 哦 两人同时闷哼一声 现在他们正处于疗伤的关键时刻 竟然就那么被粗暴地打断 如此一来 富利的伤势没有治好不说 反倒是加重 而且两人也都是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心伤 以至于让两人在这一时之间都没法反抗 任由人群抬着他们 最后 人群直接将两人扔到了外围 普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两人前一个时辰 还是石成人的英雄 可是现在却像是死狗一样 被石成人扔了出去 直接扔到了妖魔堆里面 物件一个人直接冲了上去 将几个妖魔挡开 别躺在地上装死 赶紧站起来反抗啊 快站起来啊 见到两人仍然是躺在地上 这些人开始气急败坏 物件怒道 你们打断了他们疗伤的过程 现在他们都是重伤 怎么站起来 嗯 反倒是怪我们了 你们一开始就去对抗妖魔 会这样 你们事先说过吗 你们的过错也要我们承担吗 别装了 你们可都是高手 怎么可能那么弱 就是不想救我们而已 物件拳头捏得咯咯直响 他此时此刻 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楚和明明 有那么大的能力 却还是选择做一个抗客 因为这些人不配 而就在这么一会的功夫 富丽和绝生两人的身体旁边 也是聚集了越拉越多的妖魔 毕竟两人的肉身 可比那些普通人强太多了 物件一个人根本招架不住 眼看就要被妖魔突破防御 他终于做下了那个决定 只见到一个横扫 将周围的妖魔短暂的清空 而后对着楚和深深一败道 请楚冠主出手救人 只救我们三人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